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讲 为了介绍 Frida 然后我们顺带着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超现实主义 为什么呢 因为在艺术史上很多人会认为 Frida 的画作的风格 和超现实主义非常的相像 所以那么今天在介绍 Frida 之前 我就会先给大家介绍 关于超现实主义 所以过去也有同学跟我来反应 他说 阮老师看来你非常喜欢 Frida 因为超现实主义 其实在艺术史上的流派 它应该是一个特别有名的 这样一个艺术流派 可是你却是为了顺带的讲 Frida 的时候 来讲超现实主义 所以可见 Frida 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面 有多么多么的重要 而且它也确实是我们课堂上 所有我们从古讲到经 唯一的一位女画家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来走进 Frida 的世界 我们来看一看 Frida 会带给我们怎样的震撼和不同寻常 好 那么在讲 Frida 之前 我们首先还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关于超现实主义 因为很多人会说 Frida 的画风是超现实主义风格 那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超现实主义 好 超现实主义 我们首先看到它最有名的画家是达利 然后我们这里选择的达利的几张照片 大家看一下 你是不是觉得达利是一个非常的搞怪 非常的特别 然后甚至有喜感的这样的一个画家 你会觉得他绝对的极具个性 对吧 好 那么而且达利最有名的是他的胡子 我会看到这里他的胡子有不同的造型 然后达利只要出现在公共场场合 他的胡须一定是专门造型了的 而且特别是他最后弄成了这样的两个像个八字一样的 这样高高翘起的这个胡须 最后成了达利最有名的这样一个造型的标志 就只要出现这样的达利只要出现在公共场所 他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装扮 好 这些都代表了达利一个想特立独行 或者他极具个性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特点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关于超现实主义 关于超现实主义 这里我们有一段话给大家看一下 他说超现实主义吸收了达达派的创作表现手段 但是摒弃了达达派的全盘否定的虚无态度 强调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 并且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启发 认为梦幻是体现和发挥人的想象力的最好领域 因此超现实主义者在创作中强调偶然的结合 无意识的发现和梦境的真实在现 好 那么这里我们提到了一个叫做达达的刘派 因为达达派我们不会专门讲到他 但是我们今天会提到他 那么达达派他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其实是杜尚 一个叫杜尚的画家 而且达达派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 达达什么意思 其实是达达派当时为了给他们自己这个流派起一个名字 他们就翻阅了法语字典 然后就翻着翻着随便翻到一页 然后有达达两个字 达达其实就象征着那个钟表滴答滴答的那个感觉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相声词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 正好就象征着他们这个流派的 这样一个我们说是全盘否定的一种虚无态度 好为什么是全盘否定 他否定的是什么 那么下面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杜尚的作品 好杜尚最有名的就是这一幅叫做权 好我们这里看到 好这明显的其实是一个男性的小便器对吧 可是呢杜尚居然就把它拿过来 直接签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就拿去展出了 所以这样的展出确实引起了轩然大波 后来人们觉得这样的作品怎么能够是艺术品呢 而且那个时候呢毕加索已经开始成名 好人们就会怀疑毕加索已经很反传统了 毕加索会敢在这个艺术作品里面用拼贴的手法 甚至能用麻绳等等做他的画框 可是呢这里呢杜尚什么都没画呀 毕加索不管怎么反传统 可是他还是有艺术行为 他还是画了一些东西 至少有颜料在画布上的这样一个涂抹 可是呢杜尚什么都没做 结果人们觉得杜尚简直是在跟人们在开一个玩笑 所以开始人们完全不接受他 而且呢杜尚还一幅作品就是这一幅叫做LHOOQ 结果LHOOQ什么意思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然后他就是拿了一个印刷品的Mona Lisa 然后给他画上了小胡子 我们看这里啊 给他画上两个小胡子 然后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字母 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就拿去展出 所以他也在拿Mona Lisa开玩笑 所以后来人们在研究杜尚 最后发现呢 基本上在1950年之前啊 人们对杜尚都是持怀疑态度的 然后觉得他很奇怪 然后很搞怪 他的艺术作品根本就不是艺术作品 但是呢在1950年以后呢 人们再来研究杜尚的时候 又发现他的很多伟大之处 其实在这里呢 可能和毕加索会有一些共通之处在于 那么杜尚就提出 如果说一个小蓝性的小便池 如果说他不是作为小便池放在卫生间 那么他只是放在一个艺术展厅的时候 他当这个东西失去了他的实用功能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注意到他的美 好那么比方说 如果在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非洲的哪个部落 或一个很原始的部落里 那么人们都不用这样的小便池来进行小便的话 就是说那些人他从来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时候 他反而会注意到这个器皿的形状 然后会看到他的这样一个造型之美 那么他不会被他的功能所吸引 所以说当人们只注重一个物品的功能的时候 那么他的美很多时候我们是注意不到的 好那么在当然在这个莫拉丽莎呢 去开一个玩笑的时候呢 可能对于杜尚来说他只是在提醒人们 那么印刷品的莫拉丽莎 因为我们如果去看莫拉丽莎 我们一般来说是到展厅到卢浮宫去看路 莫拉丽莎 那么如果一个印刷品的莫拉丽莎 我给他加工一下 我可不可以去再创作它呢 所以杜尚奇提出了一个对于生活态度 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发现 一个失控见惯的物品 那么当他失去一定功能的时候 你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他的美 那么比方说贝加索用麻绳做了他的画框 做了一幅画的画框 那么麻绳只能够捆东西吗 他可不可以用他的这样一个一个旋转的 螺旋状的这样一个自虚化的美感 来表达一个画框的美可不可以呢 所以这些画家们他们都在提出一个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生活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习惯的一些习以为常的这样的一些用品 我们会不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呢 可能我们不一定对吧 好 那我们说看物品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在美术里面 我们更多的侧重的是美 我们从美的角度去发现一个东西的一个新的一个 不曾被我们觉察到的一种美的那种感受 可是那么如果你去看待人和事物的话 他可不可以呢 如果说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一个事情的发展 或者说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一个人的另一个角度和状态 我们会看到一个人的另一面 那么这些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复杂的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组成 我们就应该是多角度多方面的去观察这个世界 去了解这个世界 所以大概呢从1950年以后呢 研究杜尚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人们就发现我们不能够仅仅只是从艺术的角度 或者说绘画的角度去体会 可能杜尚在表现美或者是表现什么 他都不是 那么所以说他的所谓的反传统是什么 他提出从哲学的角度 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或者是一个新的思维 然后去看我们所用的物品 我们所面对的人所面对的事情 然后包括我们对这个宇宙的这样的一个看待和解释 所以这才是杜尚可能他真正的伟大之处 所以虽然说呢他好像看上去是完事不公的 否定了很多东西 可是呢他是否定了我们过去 我们自以为我们对这个世界 或者说我们对绘画自以为是的一种认知 那绘画到底该怎么画 难道绘画就是一定就是 我们说把它画得像吗 所以他对此呢就提出了很多的质疑相当于 好 然后所以说呢超现实主义呢 他吸收了达达派的这样一个创作的 这样的一些表现手段 但是呢他摒弃了这样一个全盘否定的虚无态度 为什么呢 是因为超现实主义呢 他们受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派的影响 那么那个时候呢1900年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已经出来 而且呢弗洛伊德对人的意识层面的表意识 和潜意识层面的分析和研究 在当时呢引起了很大很大的反响 而且弗洛伊德这样一个意识层面的研究 基本上可以说也可以算是20世纪最伟大的 这样的一个发现 对人类意识的这样一个发现 而且呢弗洛伊德强调 所谓的真我是什么 那么表意识只占我们整个人的意识层面的4% 那么真我是在96%的 另外的96%的潜意识里面 那么什么叫潜意识 潜意识就是我们无法觉察到的 才叫潜意识 它是潜伏埋藏着的 可是我们的真我却潜伏埋藏在96% 我们表面上我们的说话行为等等都只是4% 所以这样呢超现实主义呢 他们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 他们说那我们绘画 我们要表达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啊 我们要表达的是真我 那么什么是真我 所以说他更注重的是在潜意识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真我的表达 那么潜意识可能从某种角度来说 更多的在我们生活中的梦境的体现 在梦境当中 好但是呢一说到做梦 那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自己都很难解释自己的梦对吧 有时候我们的梦会荒诞 有时候会可笑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恐怖 然后让我们或者是焦虑 他会把我们可能压在表意识之下的 那个潜意识的东西呢 可能在梦中会有一个释放 或者说是放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超限制主义 他们非常关注自己和别人的梦 或者他们会在画作当中 画非常非常多 关于梦的这样一种呈现 所以这样也会导致呢 我们在他们的作品当中 你会觉得因为我们自己都很难解释自己的梦 所以面对这样的画作 你会觉得很难懂 非常难懂 好 如果说真我的表现呢 除了在潜意识当中 梦境的表现以外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他们会研究精神病患者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会认为 所谓的精神病患者 只是他的表意识 无法控制和压制他的潜意识了 那么他的潜意识爆发了 那么潜意识爆发呢 对于我们正常 我们一般人来说 就觉得这是一个精神市场 但是其实呢 是他一个完全不受控制的一个真我的表现 只是这个真实呢 让我们感觉到感觉到另一种不真实 因为他觉得和正常人差别太大 好 这样呢 他们就研究了很多精神病患者 他们会研究精神病患者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意识 甚至他们会研究精神病患者的绘画 好 这里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画的猫 好 那么这个猫 我们看一下 在精神病患者比较正常的时候 这是他画的猫 但是其实呢 这个猫虽然看上去比较正常一点 可是我们看看这个猫的眼神 你仔细去看他的眼神 你觉得其实有一点不正常 其实也有一点那种神经质 然后有一点 或者是紧张 或者是焦虑 或者是担心的 这样的一个眼神 好 随着这个精神病患者的疾病的发作 然后他的猫就开始变形 大家看 然后一直上面还稍稍正常一点 好 到下面一排 你就会觉得 哎呀好像是一个触电的猫 好像是那个眼神被无限的放大 然后他画出了精神病患者 就是完全在失控状态下 他眼中的猫的形象 好 那么对超限制主义者来说 他们发现下面这些猫 这些猫才是真实的在这个精神病患者 一个真我的这样一个释放的状态下 真实的他的眼中的猫的世界 或者说猫是什么样子的 这才是最真实的表达 而不是这样一个伪装的看上去好像很写实很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猫 好 所以这样呢 超限制主义者呢就研究了大量的关于梦境以及精神病患者的这样一种意识状态 然后他们把这些全部画在了他们的画作当中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超限制主义者最有名的画家达利 那么达利呢也是西班牙人 达利也是西班牙人 然后他就画了很多他自己的梦和别人的梦 或者别人转述给他描述的这样一种梦境的场景 然后达利呢最有名的一句话是这句啊 他说我之所以和一个疯子的区别在于我不是一个疯子 好 我们可以仔细的去体会一下这句话啊 可能要转几个弯对吧 这句话 好 那么达利呢前面我们也看到他出现在不同场合的时候 他都是有一点搞怪 有一点荒诞 很有个性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达利呢 其实呢从绘画的角度来说呢 他也极具天赋 而小的时候呢他就很聪明 很聪明很喜欢画画 在孩子当中呢也是很有个性很有魅力的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 然后但是呢在他的梦境当中啊 在他的梦境当中 他说当他感到恐惧和焦虑的时候 他经常会在梦到有蚂蚁从他的身体里爬出来 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也会做到那种梦就是跟虫子啊或什么有关 就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很恐惧很难受的梦 然后这个梦呢在达利的作品当中经常出现 然后下面呢我们就看一幅他的最有名的作品 叫做《记忆的永恒》 好这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里面呢就有蚂蚁的出现 这幅作品里面就有蚂蚁的出现啊 比方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柔软的钟表 然后这个旁边我们会看到的 这就是在一个盘子上爬满的蚂蚁 然后这个形象在他的画作当中是经常有 然后这个柔软的钟表也是一个后来成为他的典型的代表作品 然后人们会觉得奇怪因为 因为钟表一般来说我们是金属做的 可是在这里呢他却把它画得像面粉做的 成了一个柔软的 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就像毕加索说 他说如果我把眼睛放在正常的他该有的位置 你就不会注意到这个眼睛 好那么达利也是 如果说我把这个钟表画成正常的钟表 大家就不会注意到它 可是我违反常规画成了柔软的 我就会注意到它 大家也会注意到它 好 然后这幅作品我印象最深的是 以前有一位同学在论文当中写的 他说老师啊 他说当这幅作品一放出来的时候 虽然他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异度空间 他不像我们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时间空间的这样一个呈现 他说可是我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 我很容易的安静下来 好像就是我本来是很浮躁的 但是我一下就沉静下来 安静下来 而且呢 他说最吸引我的这个柔软的钟表 他说因为这个题目呢 叫做记忆的永恒 而钟表代表着时间 也代表着记忆 那么他就回想一下 他说在我自己的记忆的深处 在我的内心深处 那种一直记得的 有一些记忆的东西呢 就好像在我心里有一个角落 他一直摆在那里 他说我回想了一下 那些能够一直让我记得的东西呢 可能都是些很温馨很美好 让他觉得很甜蜜甜美的感觉 比方小时候和父母呀 或者和爷爷奶奶呀在一起啊 有一些生活场景啊 感觉到生活当中一些很温暖的 这样一些回忆的片段 他说所以当我去 就好像我在我的心里去提取 我那个内心里的那个记忆的时候 那个记忆就是柔软的 它一定不会是一个金属的 硬硬的那个钟表的那个感觉 他说就是像这样子 像这个画面当中这个柔软的钟表 他说所以我觉得这个柔软的钟表 特别能够体现 在我内心深处的那个 记忆的美好的感受 所以他特别喜欢这一幅作品 然后当他这样写到的时候 其实我印象也很深刻 所以超现实主义的画面呢 通常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具象 但是呢 这些具象的东西摆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不像一个真实的空间 它其实更像的可能就是一个梦境 或者说是甚至说精神有一点 有一点恍惚 或者有一点不正常的时候 或者一种幻象 是这样的一种表现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超现实主义的画面就很难理解 很多人都会觉得画面上每个东西都能看懂 可是组合在一起就看不懂 然后我记得在我的这个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记得大概是90年代末 然后最早就是第一次达力的画展在北京举行 然后当时那个新闻说有30万人 就那几天有30万人去看了那个达力的画展 大多数人他采访的都是一头雾水 因为大家不知道达力在表现什么 在画什么 而且呢这些现代艺术家 他们从来都不解释他们的画作 好 当然呢 因为他在表现梦 因为他在表现潜意识 你真的能够很好的去解释你的梦 解释你的潜意识 即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 现在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 你差不多100多年的这样一个时间 发展到现在 可是即使是这样 如果你去找一个心理医师 然后你去做精神分析 你会觉得你的潜意识 也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去分析的清楚 而且呢不同的心理医师 可能也是对你有不同的分析 因为是有不同的人在解读 所以说在解读梦 解读潜意识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么更何况艺术家把他们表现在作品当中 所以说就更难懂 当然呢难懂呢 还有一个呢是过去对于现代艺术 我们试图去看懂它 可是现代艺术家告诉我们 他说懂不懂不是很重要 关键是你在这个画面里 你自己可以体会到什么 你自己可以感受到什么 或者你可以联想到什么 因为每个人对于每一个作品的联想 可能因为他的生活经历都不相同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很多 各式各样的解读 那么这样呢也就使得这些作品就更有魅力了 你怎么解释都不会错 然后怎么解释呢 因为他也不会有标准答案 所以怎么解释都可以 所以这样也会导致他们的作品呢 就会更有意思 显得反而更有趣 好 那么今天在这一堂课里呢 我们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关于超现实主义绘画 以及达力 然后达力的作品呢 在下一堂课 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几幅 让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 关于达力以及超现实主义 好 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 ech NhiN NhiN'ind 我们的试炼